好,那最後呢 我們要再補一個,假設說 我們ELEMENT,就跟前面這個一樣 是 跟這個一樣,就是當我們有 為了ELEMENT的時候,就是我們的天氣的 資料的時候要去做什麼事情 好 好 好,我們要取得 他的data 這個變數名稱 當我們這個變數名稱有 有資料的時候,我們就要做 我們 天氣 我們為了這個變數 就要 把它秀出來 有什麼呢?我們需要 選擇他的清單中的 他是一個很 像我們 開放DASSON檔上面是有一個 我們可能會有他的高溫、低溫、降臨機率跟 天氣狀況嘛 所以我們就要把全部都設定出來 然後我們再給他一個清單,鎖影子 最後 是 ELEMENT 那他的 是第一項 在這個 ELEMENT DATA中的第一項 的鎖影一 第一項中的 這個會比較複雜一點 好 所以 後面會再解 跟我做完之後 我會解釋給你聽 這邊的意思呢就是說 當我們 為了ELEMENT DATA 有 數比資料的時候 我們就要把我們 這個DATA中的第一項 那第一項中的第二項 恩 然後第二項中的再第二項 就是他 就是他一層一層的 往下去抓他的資料 恩 好那 我們這樣只有選擇一個 天氣狀況嘛 我們這邊只有一個WELEMENT 對 那接下來我們還有降雨機率 最低最高溫 那我們上面就要再多 好幾個變數給他 然後我們這邊就 設定 這邊是 TOP是降雨 天氣 然後還有我們的最低溫 最高溫 最高溫 NEXT 2 然後這邊 做設定 這邊要把它改成 降雨機率 對就是跟剛剛的那部分 對跟這個部分的一樣 程式內容可能是 差不多 但是我們的變數要做一點修改 對就是我們 就是因為我們不可能 只有一個變數 就是 呃 這是天氣的變數 對 這個是 降雨機率的變數 這是不一樣的 就是我們不能 都給他同一個值 那雖然說我們在前面這邊 我們雖然說這兩隻不可能變數 如果我們都設同一個變數的話 那這邊所有的東西都會變成 呃如果說你後面設同一個變數 然後等於是說其他的部分都沒有填 對 那等於是這邊只有天氣狀況的 一筆資料 因為他只會後面一直一直蓋過去一直蓋過去 嗯他不會說你可能多加A比他就跳下來 不會 他是全部一直蓋過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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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那這邊 我們的秘密 他的縮影子 13 然後還有一個 最高溫的 他的縮影子是5 他其實在後面這個 傑森檔後面都可以去找說他的 他的縮影 縮影劍在哪裡 嗯 喔那我們稍微檢查一下 當我們夏拉斯選擇完成的時候 然後去做 地點 地點然後城市選擇 城市選擇完成之後 選擇他的天氣 那天氣的要素有 他的 天氣狀況 降雨機率 最低溫最高溫都都好了嘛 對 好那這樣我們要再做的是 就是把我們的資料 全部 摳出來 所以這邊只有在抓資料的 這邊就是類似說 設一個變數給他 對 後面的話是我們要把這變數全部都提取出來 一個是 一個是就是 去拿東西但是我們還沒有 還沒把他帶走 還沒結帳的意思 喔 這後面我們可能 現在慢慢要做 做的是要做 呃 去賣場 拿東西拿到我們的購物車裡面 對 那購物車到 結帳這途中 我們現在開始做結帳 好 我們一樣丟個清單給他 那這個清單呢 如果說他是 天氣的話 我們就要把 這個天氣的變數呢 放一個清單 放一個清單 然後他的所謂值為2 有天氣的嘛 那再來就是我們剩下的 降雨機率 去 我們後面這個變數啊就是有你要稍微注意一下說不能 填錯 看他就是 跟我說一樣他會變成 呃 你 天氣狀況跟降雨機率他其實是同一個數 我剛說的是不是蓋過去 那他另外一種情況是你 都把他變成一樣 都把他變成 變成 50%但是其實 降雨機率跟 天氣狀況這是兩個不一樣的東西 對 一個應該說這是晴天 晴天雨天陰天 對 另外是他他要是趴數 對 這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所以選錯他可能就會變成說 天氣狀況晴天降雨機率晴天 對他有可能我的 降雨機率裡面有幾筆資料嘛 然後去做這些東西 那如果說我底數不一樣 嗯 那很有可能說這邊的值的 藍 幾筆 有幾筆資料的話他會不一樣 嗯 所以這邊要去 每筆都要去稍微注意一下他的 變數名聲有沒有對 好 好那我們這邊 變數都 做完了就是要提取了之後 我們還是要 跟他講說有什麼 要做的 就是有什麼要提取的 那就是後面 在這個的下面 設置 oh weather 那這個weather呢 要給他一個清單 讓他去 去抓取 好 好 這邊去 他的索引值是 他這邊有寫嗎索引值是2 好那這邊的話因為我們不能只有這樣子我們這邊還要再多給他一個 蘭位是 我們要取得這個 天氣的變數之後我們要再把它變成一個 再多取一個第一項 喔 這邊說錯了這邊其實是 這邊原本是第一項嘛 那我們要再取他的 兩筆資料 天氣的兩筆資料 那我這邊再多給他一個數字 2 好那 剩下的 其他三個也是這樣無法炮製 我們可以只用複製的 其實這整個層是 通常我們看到都是一直在做 清單的選擇 先去預測的表 這個整個文件裡面 可以把它想像成他是一個大的很大的清單 很大的一個表格 那我們只是去把他的 我們要的第幾檔第幾列 去把他抓取出來而已 那我們這邊變數的名稱 很快的去點選一下 其實如果說你跟不上邊沒有關係我們 影片 我們有錄影片然後在下面我們也會有 那個 完整的程式嘛 好